您好 歡迎加入華視一天新聞 我是林博堅 要加油的朋友要注意了 行政院拍板大宗物資降稅 包括了棄柴油貨物每公斤 調降一點一元 中央表示明天開始 九五五千汽油 從三十一點一元降到三十元 九二五千是降到了二十八點五元 超級柴油從二十七點七元 降到了二十六點六元 事實上國內的九五五千汽油 每公升從十月初就高過三十元 終於在貨物稅調降之下 又回到了三十元